1887年,刘明传奏请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官方建设为始 到现在的高铁、捷运、轻轨等 不同的铁路运输系统改变了大众的生活 是让台湾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建设 铁道文化长设展将透过铁道的重要元素 带领你进行一趟铁道历史旅程 旅途中,你将了解在台湾铁道历史的严格 获得铁道文化知识 以及铁道在现代化发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小コト 1小礼 感谢观看